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小心可能是身体出状况 而且问题还不小 台北慈禁医院一名30岁的孕妇 本身有糖尿病与高血脂 再过一个多月即将要临盆 肚子却突然痛得厉害 还一直恶心想吐 紧急送医后发现是罹患了急性胰脏炎 恐怕会危急胎儿 进行了剖腹产 母子均安 怀孕期间的急性胰脏炎最常见的原因 包括有本身就有胆结石或是高血脂 或是怀孕了还饮酒过量 随着医疗进步 虽然死亡率大幅的降低 但还是可能危及母体和宝宝的生命 提醒准妈妈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如果本身就有高血脂 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家族遗传病史 怀孕期间是必须要暂停服用降血脂药物的 因为如果继续服药的话 可能会造成宝宝发育畸型 只能够靠严格的饮食 还有运动双管齐下 怀孕时感到上腹部强烈不适 要注意很有可能是急性胰脏炎 一名将近30岁的薛小姐 怀孕33周 本身就有糖尿病与高血脂病史 日前感到上腹部强烈疼痛 耳心呕吐 经济送医 抽血的结果显示他血脂过高 另外一个胰脏分泌的酵素也过高 那白血球也过高 住院后发现胎心监测器显示小朋友的胎心有下降的趋势 所以我们才会给他做一个紧急剖腹产 徐小姐曾有五次紧急胰脏炎的就诊记录 而孕妇发生胰脏炎的比例约为五百分之一到五千分之一 导致疾病最常见的原因有胆结石 饮酒过量和高血脂等因素 除了配合饮食之外 另外如果他真的到血脂肪过高的时候 大概可以用一些胰岛素去做控制 如果真的已经胰上发炎了 血脂肪还是一直很高 高于一千以上 有一些少数个案需要做血浆致患 医生也表示若不及时治疗 可能会导致孕妇身体发炎 腹内感染 半血症等状况 要预防就需从根本做起 良好的饮食作息 控制体重 而针对本身就有代谢疾病的孕妇 就必须要规律到新陈代谢科追踪 保护母子健康 在新闻古雅琴 谢启全 台北报导 网红KOL对于年轻族群影响力大 此季嘉义联络处就邀请到了脊椎保健达人 郑云龙分享过度依赖3C 对于健康的不良影响 以低头滑手机这件事来说 低头30度相当于颈部支撑18公斤 如果头弯的更低 达到60度的话 脖子就要承受27公斤重 还有坐姿不良 其实比站姿不正确 好比像是站三七步来得更伤神 网红郑云龙是公认的脊椎保健达人 这是他第二度厘临慈悸嘉义联络处 分享健康观念 错误姿势一旦养成习惯难以改正 逐渐变成恶性循环 其实你不是应该一直去用健保的资源 去找医疗的资源等等的 是要从你日常生活中来做起 不论是一场演讲或是一本书 都是作者人生经验的浓缩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孩子危机在哪里 戴智阳记者生涯20多年 他诉说采访场域看到的真相 震撼着来听演讲的国小老师 我们现在教学的现况 也许我们小学端这边 可能接收到的资讯比较少 外面的社会情形 关于青少年被引诱 或者是犯罪的情况 是有多严重 那今天听完之后就是非常震惊 多位老师专程到台中进司堂 希望透过媒体记者的眼 看见校园外的另一个面向 进而思考校园内教育更多可能性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 纪月黄 林美红 黄志芳 许凤娟 总和报道 总说家是避风港 但不是人人都能够安心 舒服地待在里头 基隆这户人家 父子三人相依为命 爸爸忧郁症 大儿子中风 小儿子有智能障碍 三个人都需要别人照顾了 别说还能够打理家里 满屋子都是成年的杂物堆放 慈激志工当请了不请之师 为他们进行了大扫除 温言暖语教导如何断舍利 还没走进门 就被一堆的杂物挡住了出路 打扫前志工特地带关怀 一家之主患有忧郁症 大儿子中风需要空间做复健 小儿子智能障碍无法自理 全家人都生病了 还好父亲的妹妹让他们有依靠 而当知道慈激人要来帮忙 他终于能够喘口气 东元志工十多人 有效率展开断舍离的清扫工作 清除了通道 丢掉了放置多年的杂物 扫去了尘埃 里里外外也都清扫干净 这个家有了更多的空间 更新鲜的空气 当志工再次来访 客厅有沙发有柜子 终于有了家的样子 女孩14岁就休学了 原来是想要陪伴自己 贪惯又白内障的父亲 小小年纪当起了爸爸 专属的居家看护 让妈妈得以安心外出工作 赚钱养家 小大人的董事 周遭的邻里亲戚都非常心疼 介绍他们带着爸爸 到慈祭的眼科中心动手术 现在一家之主 重拾灵魂之窗 女孩也得以重新踏上了秋雪路 病透是折磨 但也见证了这一家人的爱 二十多岁时 诺埃尔就因脊椎病变 逐渐四肢无力 最终只能够瘫痪在床 去年三月更因白内障 失去了视力 但太太和女儿对她 依旧是不离不弃 这份幸福更因此机 眼科中心的帮助再加倍 因为再次看得见 能够自理生活 女儿米凯拉也可以回到学校 期待未来 爸爸 谢谢爸爸 如果没有父亲 可能这里我们会看到 爸爸 希望能够看到 我们的成功 打开新闻 李嘉美 罗维娜 冯亚利 菲律宾报导 这是美国NASA 最新公布的一张照片 从太空往下拍摄 加州的最大淡水湖 明湖 看看真的非常的美 饱和的绿色 比油画更加的惊艳 不过其实这是环境 严重警讯 藻类蓬勃爆发 会造成水中的生物 大量缺氧死亡 水质变得含有毒性 人体饮用过后 还可能会伤及肝胜 绝美的景色 真相却是枣花覆盖 美国加州卫生官员警告 明湖水中的藻毒 可能伤及肝肾 提醒游客远离湖水变色 发出难闻气味的区域 大量枣花也会导致水中缺氧 形成生物的死亡区域 明湖是加州最大的淡水湖 面积约176平方公里 相当于22个台湾日月潭大小 春末夏初原本就会有 枣花现象 但在污染催化下 近年来出现的时间 缺更早 规模更大 读性更高 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我最想感谢的是 特教中心的立文老师 因为先天是立寿县 因此在生活及客业均需 要老师的協助 他教导我如何在陌生的环境中 适应 在我最孤单无助的时候 给予我许多的支持和鼓励 国际焦点关注到 印度热浪滚滚 动辄四五十度 甚至以上高温 短短一天之内 北部就有85个人 疑似都是死于热伤害 中暑的患者 纷纷到医院求诊 灾情最惨重的是 在北部的奥里萨邦 超过半数的死者 都来自于这里 大部分也都是在户外 靠劳力的建筑工人 或是车夫 当地由于临近孟加拉湾 湿度更是飙升到了80%以上 体感温度飙升更高 更容易引发严重的热伤害致死 还要关注到气候变迁最前线 小小的巴拿马 拥有300多座岛屿 很多只比海平面高出不到一公尺 世代沿海而居的原住民 成了这个国家第一批 因为气候变迁被迫迁移的老百姓 原住民开心的宰歌宰舞 因为他们刚从总统手中结果象征新希望 与新生活的新家钥匙 新家位于巴拿马沿岸 政府耗资将近4亿台币 在14公顷的土地上建造300栋房屋 可以容纳1200名住户 房子虽小但五藏俱全 每户人家还有300平方公尺的土地 可以用于种植 原住民原先生活在只有五个足球场大小的卡蒂苏格图铺岛 虽然四周环绕清澈海水 但房子全部挤在一起 居民都住在简陋的小屋 烤捕鱼 收获牧鼠和大礁等淀粉作物为生 岛上没有饮用水 卫生设施和可靠的电力 家园更常常被洪水淹没 如今移居到新社区 也成为第一批 引气候变迁而重新安置的岛民 Panamá es carbono negativo pero el efecto de las emisiones de gases de efecto invernadero CO2 en los países desarrollados es lo que nos tiene a nosotros trasladando esa es la razón por la cual hemos trasladado tenido que trasladar Panamá共有365个岛屿 仍有不少人面临洪水威胁 其中49个有人居住的小岛 海拔仅在50公分到1公尺之间 情况可说是岌岌可危 大家新闻综合编译 各国观光回温 但也产生了许多乱象 意大利威尼斯首创了入城费 以驾质量 日本富士山河口胡超市 架起了黑幕 却被外国的观光客挖小洞来拍照 也为了解决观光客汽车 围停的状况 山里县还启用了新的停车场 至于另一个被游客塞满的古城京都 为了缓解公车斑斑爆满 请出了观光特级公车上路 首班发车的观光特级公车为了达到宣传效果 您看到一季都变成坐上宾了 停靠点也都是知名的景点 单程票价大约是新台币103元 只会在周末以及国定假期行驶 由于当地游客实在太多了 连老百姓都怨声载道 说自己想要上班上学都挤不上公车 因此才会想出了分流庙方 希望在观光以及生活之间达到平衡点 巴黎奥运即将揭开序幕 而游览花都的最佳方式 或许是骑自行单车 因为巴黎的自行车道总长 已经超过了1000公里 还正迈向百分百自行车友善都市 这一切从零到全面化 只花了10年的时间 现在花都还宣布要补助市民 购入电动自行车 曾经的六车道 如今是单车骑士尽速的公路 只有一个车道保留给公车和计程车 贯穿巴黎东西的这条马路 是巴黎转变的见证 1990年代塞车还是家常便饭 如今却充满活力 关键之一在于现任市长 推动无车城市的决心 即使共享公车在21世纪初崛起 2009年的巴黎 依然只有12条自行车道 根本不服200多万人使用 这一切都在他上任后出现转机 2014年巴黎人选择安安 Hidalgo 一社医人 who promised to transform the city and make it easier to get around without a car 2014年巴黎人选择150万万 euro investment in bike infrastructure with that money the city built 80km of new bike lanes including a few bike highways cutting through the capital in addition to building new infrastructure Paris has also given residents money to buy e-bikes 透过一连串措施 2001年到2018年间 巴黎市中心的汽车出行次数 下降了60% 大众运输行程却增加了40% 自行车出行量也增加了20% 2020年伊达哥连任成功 隔年更宣布 5年内要让巴黎成为 100%自行车友善的都市 2020年到2021年巴黎市内的自行车交通 增加了70% 加上无车计划20年前提出至今 永车率已从60%降到35% 共同帮助巴黎减少了20%碳排放 2021年的新冠疫情 更意外推升了骑单车的热度 成为大众交通工具之外的最佳选项 目前巴黎的自行车道总长 已超过1000公里 随着奥运来临 也欢迎世人以更惬意的方式 发掘巷弄内的花度紧致 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大爱电视真人真事 即时剧生命的麦田 在台东开进了 剧情描述有一群慈激志工 用十年的时间 守护三个资源匮乏的失能家庭 帮助当中的孩子们 改变了人生轨迹 慈激志工的真实故事 搬上一幕 大爱剧生命的麦田 在台东禁司堂举办开进仪式 开进大吉 生命的麦田描述于灰熊与宋美智 志工夫妻党长期陪伴弱势 帮助他们在逆境中翻转命运 两位主角都已经离开人世 为了还原人物个性 导演做足功课 十几万字的逐字的访问稿 我一个字一个字的看 然后做整理 努力的回复到他们过去的 那个逐期 然后想办法理解他们的生命 演员艾伟与王淑娟曾合作花系列的金氏夫妻 相隔33年再度合作 全是一对慈善夫妇 看到剧本让两人非常感动 看到余爸爸他对这些个案 他的投入 他的奉献 看出这些感动 不论是师姐自己本身 还是实际的一些方方命令规矩 我觉得都是每一个师姐身上展现出来 让我们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 筹备五年终于开拍 主要演员还有孙鹏 林美珍与陈志强 如何诠释一群平凡的志工 在台东上演不凡的故事 剧情令人期待 来新闻 珍珊美志工林素月 黄仁虎台东报道 毕业季评科大 举办了校园真才博览会 制造业求财若渴 理工科系学生依然吃香 大学生还没实习 先来真才博览会凑热闹 其中制造业开出最多职缺 MIT世界最小微型风扇 连特斯拉也需要它 看准理工背景人才 需要的就是开工 平科大最有名的是车辆工程性 电动车开始起步 非常多的风扇是使用在车辆这一块 工厂应该都是在海外没有错 但研发这些专业技术 还是跟流台湾 非常需要像机构啊 电机这样背纸的人才 工业管理 比较相关可能就是IT吧 台湾大概35K吧 海外它是50K以上 不错的选择啊 你有心动 制造业 服务业 农林木之外 小菊人也抢着真才到海边 游船上有没有什么违禁品啊 然后核对人员身份这一些 我们都是同材类的 我们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专才 进来之后再学习都可以 专业也有机会有用 协助保护我们整个辖区的 海岸线的干净整洁 只要有一颗诚挚的 为民服务的心就可以了 很酷的工作 边保护海洋生态 然后又可以做自己的工作 蔬果产业升级 需要更多生技专才 企业频频招手 蔬果加工到 制品食品系的学生 有很多的选择 谷物或者是蔬果相关的 实验对于这个比较感兴趣 我在学习在生物科学 工作专业 所以它是一个科学技术的 所以我会在这里 所以我会问一下 少子花对我们影响蛮大 我们现在开始不排斥是 我们的外侨留学生 留在台湾发展 现在强调是跨域整合的学习 跟产业界面对面的一个接触 五千个职缺在学的积极填表 绝不坐等毕业变失业 短新闻 吴亦轩林道明 屏东报导 天气方面封面报道 各地的降雨几率都很高 出门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记得关心今天下午过后 各地天气状况 北部地区英时阵雨或是雷雨 降雨几率高达90% 22到25度 中部降雨几率也高达 89成24到26度 南部和东部都会有阴时阵雨或是雷雨 南部气温介于26到27度 东部22到28度 离岛20到25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 感恩您的加入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文讲堂 我是柳方瑜 我们明天见